在133人 东航客机广西吴州坠毁 两分钟从8000米坠落地面 现场画面曝光 3月21日 上游新闻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昆明飞往广州的MU5735航班 在广西吴州附近坠毁 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 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获悉 一架东航搭载133人的波音 737客机在广西吴州腾县发生事故 并引发山火 目前救援队伍已经集结 正在靠近 伤亡情况不明 3月21日的MU5735航班 由东航云南公司波音 737飞机直飞 飞机编号为B1791 G06.8年 属于较新的客机 该航班原计划下午13点10分 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 15点05分到达广州白云机场 但飞机13点15分起飞后 于下午14点20分左右 同地面失去联系 上游新闻记者获取的现场视频显示 MU5735航班坠毁的地点 位于广西吴州山区 现场有浓烟从山区冒出 有群众在现场发现了东航客机机翼部分的残骸 上面有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机身标志 飞行数据显示 MU5735航班从昆明机场起飞后 一直在约8869米高度进行巡航 下午2点19分 飞机突然从巡航高度下降 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 2点21分 MU5735航班丢失 ADSB雷达信号 同地面失联 上游新闻记者霍悉 目前广西当地已经启动相关救援 民航广西监管局已经派出现场调查队伍赶赴吴州现场进行调查 中国民航上一次安全飞行事故 发生在2010年8月24日21时38分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机行为ARJ-190 注册编号B3130号飞机执行哈尔滨至伊春的VD8387班次定期客运航班任务 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兜机场30号跑道 近近时距离跑道690米处坠毁 部分乘客在坠毁时被甩出机舱 事故造成44人遇难 52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30891万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